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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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舞还是诗词歌赋啊 我会 我会吃饭 那你叫什么呀 我叫 我叫什么来着 行了行了 妈妈给你取个名字吧 以后你就叫 叫福云吧 福云 挺好挺好 只要你乖乖听话 在我这里呀 就能吃好的住好的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两位姑娘 救命 又是要杀我 要不就这吧 就这 这 这里的医官怎么个个儿都见死不救啊 慢点 咱们只能自力更生了 来 还好你带了备用的 吓死我 吓死我 你别动 别动啊 你们干什么 我在给你消毒呢 你们到底什么人 你还挺狠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救你的人 动我干嘛 狗皮 狗药 别动别动 给狗贴的 你们给我贴 来呀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我们也不想知道 张嘴 张嘴啊 张嘴 我看你还能憋多久 合上 好了 进去了 好 搞定 走人 走 臭婆娘 回来 给我回来 李哥 帮我把盆递我一下 我这头着麻烦 去去去 我还有事 你 你 你好 这位兄台 请问今天下来办公吗 今天大扫厨 但是呢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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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办公 哦 那就好 两 两位姑娘 不是本地人吧 哦 我们是从遥远的西域过来的 哦 西 西 西域啊 怪不得 不知道二位姑娘要把你做个事务 哎呀 还不是你们这儿的规矩多吗 住店还有文书 其实呢 看你这个镇啊 一山傍水的 风景又秀丽 发展个旅游业啊 其实挺不错的 旅游业 嗯 旅游业就是取消文书 让我们这些自由人 可以自由自在地玩 对对对对对 两 两位姑娘 里 里面请啊 好 请 请 请 两位姑娘 里面请啊 里面请啊 这是线崖啊 还是蓝蜂窝啊 嘘 有点乱 见笑 哇 来来来 线鸦 线鸦 好含呀 笑 好含呀 线鸦 大哥 麻烦你让让一下 去去去去 干活去 别 别 别闹了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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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闹了 别闹了 来 来来 干什么呀 来来 喂 谁这么大胆的 睁大你的狗言 好好给我看看 小爷我是谁 袁少帮主 有没有看到两位姑娘从这儿出去 姑娘 没有 废啊 扶我出去 哎 来来来来 来来 你们慢点 轻点 哎呀 请问你是 显令 什么 我没听错吧 我是显令 显令 你真的是显令 啊 对 两位姑娘 要办理文书 得先将户籍出生地 还有家中人口一一报上 县衙存档后 还要有 本县一位长期居民 做担保人 才能 落雁下发 啊 怎么这么复杂啊 那 如果没有文书会怎么样啊 要是 没有文书的话 你们就住不了客栈 也不能长期滞留此地 否则暗略收押 如果没有担保 你能办成吗 这 这个 我没有办法 我相信你可以的 这事我真无能为力 这总可以了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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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不了主啊 再拿一个 快点 这总可以了吧 两位姑娘 误会我了 我真是做不了主啊 你 你到底是不是显令啊 应该是 应该是 两位姑娘请坐 坐 两位姑娘要办理的是文书对吧 我刚才已经把 办理文书的相关事宜 给你们介绍过了 真是缺一不可呀 尤其是 担保燃之以下 要是没有的话 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要是 实在不行的话 那我 还得去托人 可是 我们还有找人呢 你们这都定的是什么法律啊 莫名其妙的 这 这不是我定的规矩啊 这都是金船帮和赤水帮 那两个帮派定的呀 二位姑娘有所不知啊 本镇一山临水 居民靠水卑升 数年前哪 官府腐败 为了反抗他们 就产生了这两大帮派 后来 这两大帮派 发展得越来越大 后来就掌控了 本镇的民生和命脉 这两个帮派相互制衡 不是也挺好的吗 天下太平啊 谁说不是呢 这一开始啊 是还好 可是到后来啊 这两帮开始抢占地盘啊 这发生的血案 那是不计其数啊 那你作为宪官 怎么什么都不管啊 在我之前哪 曾有三任宪令 都想铲除两派势力 却都意外惨死了 你当官的不为民做主 还不如回家卖白鼠呢 不是我不为民做主 百姓呢 有了事 都找这两大帮派来调停 我真是 做不了主啊 其实半年前 我调任水地时 这两帮的矛盾呢 已经缓和了 金传帮和赤水帮那两个帮主 都有心要和平共处 只可惜 这可惜什么呀 只可惜两个月前 金传帮二当家意外身亡了 金传帮就怀疑是赤水帮干的 这两帮的摩擦又开始了 最近又有传闻说 两帮帮主都在外面 雇了绝顶高手 要铲除对方啊 所以才有了文书的法令 对 这个两位姑娘 你看我把该说的 都给二位介绍了 两位姑娘若要留下 还是尽快找一个人来担保吧 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去哪儿找担保人呢 你们好好想想 不然真没办法 你是不是近视啊 多少度啊 近 近 近视 我考过会是殿视 考过近视 考过近视 没中 没中 见笑了 二位见笑了 说你呢 干吗呢 马都要升啊 还要什么呀 刘哥 我马上来 你们先坐 快点快点啊 我去去去就回啊 生马 县令都要管啊 这什么地方啊 真逗 独地庙那人 快去找他啊 人呢 走了呗 既然担保人没了 看来咱俩就只能动躲西藏了 也不知道苏坊和郝佳童 现在在哪儿 走吧 你见过这个人吗 不知道 请问见过这个人没有 不玩儿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你好 你见过这个人吗 我也没见过 没有啊 谢谢啊 哎哟 苏坊去哪儿了 来来来 换好了 赶紧让妈妈看看 这衣服真好看 这衣服真好看 好勤 你看 这么写行吗 寻人指示 苏放郝家童见此书 速来云台九江 行 算好用吧 好呀 我现在 我现在才知道啊 这复印经和打字机有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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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大楼 我得写到什么时候啊 二位姑娘 我们这是饭馆 你们在这儿写写画画的不太好啊 小二哥 我们是来找朋友的 留住文书还没有下来 暂时没有地方住 你看我们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两个赶紧收拾东西快点走 小二哥 求你了 你看我们也不像杀手了 对不对 你先拿着 我可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那个 我看你们还是赶紧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 好 走吧 走吧 哟 瞧这小脸蛋小身材 哎呀 就是 宋母妈 你可得给我好好调价 这 您就放心吧 嗯 奥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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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 metaphors 老公 老公 换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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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指它 女儿 老公 好好好 慢走啊 爷 里边行 好好好 谁这么缺等的 是好了 慢走啊 慢走 慢走 那边回去 好 看 好看吗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不但好看 而且还代表幸运 来 一人一个 给 好可爱啊 可爱吧 这不是我们金泉帮做的 不说 下去 我亲眼看见那人身上 绣着你们几个伤眼 金船邦的标志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 怎么不是 你们金船邦不是一直认为 是我们赤水邦 害死了二当家的吗 早就想报仇了吧 不过可惜 老子我命大 活着回来了 岳叔 这是场误会 这不是我们做的 要是我们金船邦做的 我会承认 芝儿 爹 给你雷大哥赔礼 什么 爹 我 道歉 跪下 爹 跪下 雷大哥 执意刚才失礼了 岳叔 这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没有 干嘛呢 你吓了我一跳 贴个东西吗 这是你随便贴的地方吗 哎 你干嘛给我撕了呀 人家写份东西容易吗 你好歹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成果 是不行啊 就撕了怎么着 岳叔 岳叔 我去看看何人在外学华 爹 你背着我带了这么多人来兴师问罪 我要是不来结果会怎么样 难道和他们斗个你死我活 金春帮和赤水帮斗了世世代代 至今也没斗出什么结果 我现在想明白了 世代仇杀不如世代共处 那雷啊分明是阳奉阴违 面带微笑却背后插刀 哈哈哈哈 小妹的脾气还是没有改啊 怎么又是你啊 小妹 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大哥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哎 小妹 别走啊 大哥特意为你准备了龙颈 哎 大哥 我从来不喝龙颈 我只喝雀巢 雀巢 雷啊 果然是你在耍花样 你们家二郎家的人 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现在这位是谁 哎 你这么快就能活蹦乱跳的啦 你 大哥 他要打我 你不是雷耶 他确实是我小妹 你是谁 为什么要跟着我 你认识郝家童对不对 那个手机链是他的 我是他的朋友 我正在找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个东西 是我捡来的 若我不想死 就别跟着我了 等一下 你在哪儿捡到的 我 我 你在干吗 好家童 蝬琪 哈哈哈 啊啊 小偷了 哎呀小偷了 这个是莫大哥 这是我好朋友欧琪 雷妖 她根本不是雷叶 你搞什么鬼 我都说了 我不是雷叶 我也不是她妹妹 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呀 那刚刚你们 大哥来小妹去的 好一副胸有魅功的景象 当我看不出来啊 这个穿成这样 这是谁呀这是 确实是我小妹一儿 爹 我早跟你说过了 他们金船帮虚伪狡诈 不能相信 我知道了 你们兄妹俩策划已久 你设计假死 将矛头指向我赤锤帮 搅得我赤锤帮一滩浑水 你三番追杀我 再故意救我 好让我感恩戴德 看来你和上官这一次 还真够惊险的 你呢 咱们的时光轨道 好像出问题了 我两个月前 就来到这里了 两个月前 路点可以相差这么久啊 那你这两个月 怎么过的 生官 山本 山本 欧琪 欧琪 苏ara 山本 山本 你是谁 我 我 Ur i 嗯 嗯 诶 嘿 哦 你没睡吧 哎 你没睡吧 哎 哎 你没睡吧 你醒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跟着我 我只是想帮你看看伤口 没有恶意的 小心我 为什么要动我 为什么要动我 为什么要跟着我 别 别动我 上狗会裂开的 不用管我了 我没事 哎 你伤还没好 小心伤口啊 原来你和苏芳也分开了 这个苏芳它会在哪里呢 我把它撕了 我把它们给撕了 我把他们给撕了 嗯 知道吗 知道了 哟 你干什么去了 我的闺女 哎 行瞎张义去了 行什么瞎 账什么义呀 拿着 哦 让我看你的小手 可得给我好好的养着护着 可别给我糟见了 知道吗 嗯 妈妈对我真好 知道我对你好啊 以后我叫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嗯 走 回屋去吧 一到村子 就赶上了村民大会 他们要烧死那些 得天花病的人 天花 嗯 历史最早记录的重诺法 在宋朝 唐朝那会儿 天花病还是绝症 为了救那些村民 我就留在了村里的医馆 这次来城里买药 没想到竟然会遇到你 哦 你们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都听不懂 我真的不是雷叶 我叫上官危机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不好 小妹确实已经死了 袁叔和诸位 都亲眼看到我小妹 入土下葬 那这位姑娘又是谁啊 小妹一入仙前 侍奉三圣五座下 只因太想念我 才下凡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雷叶的尸体 应该好好躺在棺材里 若要大家相信的话 那就开棺掩尸啊 哥哥 伯伯 我能不能先走了呀 我想回家 你们之前既然分开了 为什么又在一起了呢 他第二天就到村子里找我了 好 一个人吃的 你有什么事吗 我这个 干什么呢 干嘛的 滚 让你滚 莫大哥 您怎么来了 谢谢你啊 是吧 那走吧 是吧 东东 这小猫咪是我的幸福 希望你以后 不会再受伤了 好 行 行了 现在既然没事 我就放心了 现在只剩下那个的苏大小姐了 对了 这次过来 你有没有找到 什么朱称夜光的线索啊 什么都没有 你呢 我也没有 行吧 那你多吃点 我们一会儿去找上官 雷耀 为了证明 不是你们金传邦涉及陷害我们 只有一个办法 雷耀的官开定了 谁敢对我二当家不敬 休得无礼 好 为了还小妹一个清白 开官 大哥 别等 难得雷先知如此同情达理 不如创意 走 那个 这么恐怖的事 我就不错热闹了吧 这事你必须得去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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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嘛 走吧小妹 好了 你放开我 少官 欧琪 少官 欧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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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什么人啊 小妹的朋友 也算是我的朋友 不如我们一同去吧 去哪儿啊 好啊 不 这音乐 的音乐 只能玩 不需要 为了 这音乐 爱得更多 的音乐 开关 不去 我害怕 来 三 四 果然没错 雷奥 这棺木在两个月前下葬的时候 就被你头粮换住了吧 说什么雷也被杀 都是假的 目的就是嫁祸我赤水帮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小妹死的时候 是我亲手下葬的 雷也 你就不用演戏了 雷也不是好好的站在那儿吗 我不是雷也 我真的不是雷也呀 他的确不是雷也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雷奥要骗人 他可以把雷也送得远远的 让他消失 干嘛留在这里等你们绰川呢 你们不觉得很荒唐吗 是啊 哼 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哎呀 我要怎么解释 你们才肯相信啊 要说证据很简单 你们看 棺木底下那个绿色的东西 那个叫湿蜡 是人死了几个月之后才会留下的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 这个棺木曾经放过尸体 那现在为何是空的 在我们来之前被人搬走了呗 是谁 是谁干的 我小妹的尸体呢 大哥 荒谬 你们看 棺木上面有字 啊 张月十五之前令妹与你重聚 是不是你们 帮我小妹尸体偷走的 哼 简直一派胡言 贼喊捉贼是不是 又想栽赃嫁祸我们吃水帮 混账 岂有此理 新月太仙 金平王就跟你们 住手 智儿 把刀放下 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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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死了 抬头喂狗 雷药 看来是你们金传帮的人 要陷害我呀 岳叔 这是一场误会 这绝对不是我雷药所为 我觉得这个人 不像个杀手 这应该是个误会 你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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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人 你别伤害他 这件事可能引人了 后期 走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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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芙芸哪 从今天起 就由我来教导你 你在这儿的任务 就是两个字 报恩 报恩 在醉花楼呢 不管你吃什么 穿什么 就连你说什么唱什么 我也要管 那我岂不是没有自由了 自由 自由能换得了这个吗 只要你乖乖听我的 这玩意儿想要多少 有多少 想不到雷药是这等卑鄙 我也想不到 你居然这么笨 小爷我说话你给我闭嘴 这事摆明着 想害帮主的人根本就不是雷药 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 你这么对待我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知儿 爹 知儿 给姑娘松绑 爹 松绑 快点 听你爹的 松绑 你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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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有何高见哪 我也没什么高见 我只是觉得 知儿 我就是觉得 你们两个帮派 斗得越猛 但有人在背后 就会越开心 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那会是谁 在背后暗算我们呢 那可能性就多了去了 有可能 是你们帮里的手下 想篡位 或者是 被你们压制多年的小帮害 说话注意点 你爱听不听 反正我只知道 你们跟雷药的关系越好 那个人的计划 就进行不下去 那姑娘的意思是 我觉得你们可以从 想要谋害你们的 殿小二查起 人都死了怎么查呀 我告诉你 那个殿小二 就是金传邦的人 要么 是你低估了雷药的头脑 要么 就是你高估了自己的智商 金传邦那么多高手 雷药干嘛找一个功夫 那么差的殿小二啊